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正是大家伙忙碌的时节 每年双降时节之后 客家人会把种在油茶山上的油茶果收回家 经过挑拣放在地上或者是房顶上晾晒 等到立东前后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了 家家户户都会把晒好的油茶果送到炸油房里面去炸油 而炸油的师傅呢 再进行挑选烘焙和碾油茶果仁 这全程活动都十分的讲究 不仅如此 这种传统的炸油方式已经在这里延续了上百年 对这里的影响可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因为它已经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特有的民间习俗 在上游 只要小孩一出生 家里人就会用茶油给小孩由上至下全身涂抹一遍 今天是方权出生的第十天 和前几日一样 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茶油洗澡 而且不能间断 刚刚出生的第一天就要用那个茶油洗澡 要圆靴四十天啊都天天如此 天天如此 他这样洗了澡之后呢 他的皮肤啊非常光滑非常细腻 这样呢 对小孩的皮肤起到保护作用 哦就是拿你手里的这个影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四十天都要洗哈 我们祖祖辈辈啊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是这样洗澡的 都是用茶油洗澡 哦你也是吗 我也是 你也是洗了四十天 对对我也洗了最少四十天 我们这么老了没有擦过什么化妆品啊 我就是洗洗这个水啊 茶油啊就是这样 油茶山上的客家人 把种在油茶树上的果实称为油茶果 而用油茶果榨出来的油叫做茶油 油茶生长期从开花到成熟 历经冬春夏秋之雨露 生长期长达一年之久 营养价值极高 有着东方橄榄油的美称 这位中阿婆已经快九十岁了 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寿星 阿婆不懂什么养生之道 只是延续了当地上千年的传统 不仅空腹喝油茶 每天洗完脸还得做做美容 她的护肤品也是这黄灿灿的茶油 中阿婆是客家人 从门边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上有客家人 有一个习惯 就喜欢在大门上面啊 她有个画个方框 里面有四个字 这是客家人特有的一种生活习惯 就是说这四个字 你像这里是写的风华正茂 但是我们有两种写法 一种你看就懂 还有一种你不一定看得懂 她为什么不懂呢 她有姓氏色彩 每一姓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是姓崔 她写的可能是写的玻璃式地 为什么呢 因为姓崔的 她在魏京南北朝的时候 在玻璃这个地方 在河北一个地方 当时的明文大族 是个大家族 所以她到了这边 她还是要记住这个历史 牌柄上写风华正茂的 就是方船河的家了 也是客家人 家里种了很多的油茶树 这些油茶果就是前些日子采回来的 油茶果就是这个吗 油茶果原来它新建的时候 是我们从山上 在山降的时候成熟了 采杂下来 通过晾晒 大概在自己家里那个院子里面 晾晒半个月 不管刮风下雨 都在那里面 那下雨不是又打湿了吗 没事 它自然又会干 干了之后 对对 坐在这个院子里 平铺就行 平铺 平铺之后呢 让它晒干之后啊 到了干燥度一定 裂开来了 像这个哈 它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包出来的油茶果皮 也不浪费 可以储存起来 用于烧火烧饭 而油茶果仁 要再进行第二次晾晒 等晾晒好了 才能炸油 少崔啊 我们准备去炸油了 炸油 我看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稻草 稻草啊 对 为什么要拿这个呢 它是用来那个 做那个枯豆用的 是什么东西啊 做那个枯 枯那个饼啊 包起来 所以做一个枯豆 要用到那个稻草 就是它要包 包枯用 对对 炸油的过程 工艺有这么一个工艺 要用到这个稻草是吧 对对对 要包别的东西的 是是是 那选这个有没有什么奖励 有 它是要求那个啊 那个最好的稻草 我们在收过稻草的时候啊 把最好的稻草先留下来 挑出来 它要求是最长的 最折的 硬硬的那个 是最好的 最长的 最直的 最硬的 对对对 就这几点 对对对 而且要 我觉得因为要吃嘛 所以要 非常干净 干净一点 对对对 都没有灰尘的 没有没有 没有哈 那我们要带多少去啊 我在现在这些 我全部包好 全部带过去 都要带过去 都带过去 我现在包好来 好好好 我帮你包啊 谢谢 谢谢 每年立冬前后 炸油房开始炸油 在开炸这一天 炸油房要举行开炸仪式 炸房老大带领炸工们 用去年的茶油 点亮曹灯 然后前程的做衣 祈祷炸事顺利 出油丰盛 一般第一个炸油 和最后一个炸油的人家 都是当年村子里的油茶大户 其他人家 则按顺序排队炸油 轮到哪一家 就由哪一家负责 往曹灯的 此晚上 加新炸的茶油 炸油的第一步 就将晾晒干的油茶果 继续在烘烤房里 烘干脱水 那个再大的太阳 也不如火去烤 以前不一样 你看现在熬起来 好像很脆 这样捏捏捏 捏就捏得都得了 刚才就不脆油啊 对对对 你现在稍微捏捏它 像那个干果一样 再使劲捏 那个油就出来了 在你的手上 已经有这个油了 刚才你就 如果你不烤的情况之下 就可能没有这个效果 就可能没有油 没有这个效果 那除了这个出油之外呢 除了这个出油之外 这个香味也是烤出来的 香味啊 包括它的颜色 也是 这个你不拿去烤的情况下 它炸出来的油呢 就是好像泡出来的茶一样 是清的 如果用火以后烤一下呢 烤出来的也是就 像金黄 青黄的 就你放的时间长 它也不会变色 那我们要在这 大概是要轰动上时间呀 一个多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怎么区分呢 你拿出来的这个茶子 不干的情况下 我们去检验的情况下 这个手就擦不下去 就是 右手去擦 直接就拿出来的茶子 人家拿过来给我看 检验的情况之下 右手去擦 你一擦就知道 一擦就知道 刚刚了有七八十度 八十度以上的 右手可以 拉到底 右手伸到一伸 它就干得一透 那我们这一框就弄好了 就弄好了 整个这一框都好了 这些全部好了 都可以拿去这里拧 第二步就可以 拿到那边拧了 好好好 那我们把这一框拿走 好 将烘干后的茶果 放入碾盘内 利用湍急的流水 冲击着夜轮 再带动着碾盘内的 四个轮子旋转 撒在碾沟内的茶子仁 就会被碾碎 利用碾碎的时间 榨油师傅 就要准备榨油用的东西了 可怎么说着说着 钟师傅不在榨油房待着 竟然跑到树上去了 这就是蒸皮 原来都是拿这个 是做缩衣 当于衣用的 是吧 可以防水啊 防虫啊什么的 那现在 现在我这个拿了这个固粒 这个榨油的时候啊 用这个固粒 那个固粒那个粗的东西 那个油杂子 就不会流到锅里面去 这样这样锅一下 那个油就很鲜嘛 放进去 然后油从这里面 这样滴下去 因为它防水 所以油也不会粘在这上面 就透过这个 这个眼儿 它就给流在去了 小灯啊 一个小的小小灯嘛 那个很密嘛 是吧 嗯嗯 那我们要拿几片回去啊 一个灯线就是 有两三遍就行了 不用一直换啊 一直换 这个很少换的 它就不会浪 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用的时候就是 把它搂一搂 把这些毛 这些灰啊 把它弄掉就行了嘛 把棕皮一层一层铺好 就可以放在一边待用了 这时油茶果也碾成粉末了 那个茶子碾成沫以后 就要拿去蒸 面前放的这个东西啊 其实没有底的 没有底啊 相当于一个蒸屉 锅里的水它会开 它会往上冒 所以这个中间要高一点 啊 中间要高一点 是一个凸的 像一个小山一样 对对对 你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那这个就是草 也是那个稻草 但是用来那个 边上垫一下 才这个 因为这些没有底嘛 那个茶子 不会漏到锅里 啊 就是防漏的哈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边放一个 两个就够了 两个就够了 就刚刚够大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给它缠一圆圈 刚刚好 这个草 稻草就刚刚好 上面呢 就垫一垫 这个像石碗一样 都漏上去 防止漏的哈 这个也是一个稻草 做出来的一个 一个靶子 这个也是稻草做的 也是稻草 到这个放下去呢 它个气呢 很快就冒上来了 就树在这个锅里呀 就树在这里 树在这里面 它从这里删来 那个细树就冒出来了 把粉末装入大木正内 放在大铁锅上 就可以蒸了 蒸的时候 要随时控制好火后 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 钟师傅一般会利用 这个空隙做孤兜 先就是用这个刀草的杠 大概是十多根左右 给它拧一下 拧一下它就散开了 散开了 把顺手随便拿一根刀草 打个圈 打个圈 对 就是给它绑一起 绑一下 然后再拿这个手 然后给它压平了 压平分开 分到周围均匀 放在这 按在地上 按在地上 然后尾巴也是分均匀 尾巴也是分均匀 也是均匀 这样就 第一步做完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稻草的叶子 也是做个半年行 摆个半年 一弯就行了 两个半年就行了 这边也是摆一个半年 分之间就一个了 挺快的 是很快 很简单 那我们像炸一次油 需要几个这样的呀 一次 就是一个饼 需要一个 一个饼 这就相当于一个饼 那就是一个饼饼 那我们一个要做几个这样的呀 这炸一炸的话 就是要十四个 将大木赠起锅 滚烫的茶油果仁粉末 清倒后搅散 就可以降温了 蒸熟后的油茶果仁粉末 很有粘性 表面不满油脂 晶莹通透 还可以闻到浓浓的茶油香 有些像熏肉的味道 就这么松松的方 把它就炒正了 这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茶饼 用小木赠 用定量放入有圆形草网的铁圈之中 用脚轻采成胚饼 胚饼就可以逐一装入榨草里了 一圈三个一样的 这需要两个 进来以后我也扒掉一个 就是要把这个 刚刚我们包的裤兜 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呀 这个是要放在这上面吗 要 要放在这上面 正好要压在这个稻草上 然后这个铁圈呢 正好在包在这个 就相当于一个筒的这个外面 这个是没有底的 这上面也是一个圈子 给它圈起来的 倒进去 等身一下 竖一下这个边缩更紧一点 所以拿走了 打圈圈 就是给它大概竖一个圆形的 这个饼的这个形状 做平一点 差不多了 就踩了 你要上脚了 上脚了 上脚了 就是要把这个踩得更紧实一点 一顺要平的 踢先是平的 就是给它压实了 这个槽没收进去 它就走一走 这就是原地这样 转上一圈 第二圈了 第二圈就把这个稻草 给收回来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三圈了 然后现在这个饼就踩好了吗 踩好了 去掉一圈铁圈 再压得紧实些 茶饼就可以装进炸槽了 右侧 再装上坚硬的木歇 就可以开炸了 一根粗大的木撞锤 悬悬吊在油槽木前方 撞锤上方 还安装有小木饼 方便炸油弓撞锤 掌锤的老大 站在最前方 负责控制方向和节奏 确保每一次撞击木歇 都准确无误 力度适宜 两个助手和掌锤老大 节奏性极强的吆喝 将撞锤一次次 精准地撞击在木歇上 被挤炸的油胚饼 便不断流出 一缕缕金黄色的茶油 油箱弥漫的炸油房 成为冬日乡村 一道失意融融的风景 婴儿用它来洗澡 老人用它来养生 女士用它来润发 炒菜做饭的时候 也是必需品 这里的客家人生活处处 离不开茶油 挑选 晾晒 烘焙 碾碎 蒸馏 整个炸油过程 需要十几个步骤 全都难不倒 油房里的炸油师傅 和客家人一起 采油饼 吃苞米果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茶油香客家 婴儿用它来洗澡 老人用它来养生 女士用它来润发 炒菜做饭的时候 也是必需品 这里的客家人生活处处 离不开茶油 挑选 晾晒 烘焙 碾碎 蒸馏 整个炸油过程 需要十几个步骤 全都难不倒 油房里的炸油师傅 和客家人一起采油饼 吃苞米果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茶油香客家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 人们就种植油茶 并且炸油食用了 到了宋朝 油茶成了皇家供品 到了明清时期 就有了山山种油茶 户户吃山茶油的传统 茶油已经完全地融入了 上游客家人的日常生活 油房里的炸油师傅 继续炸着油 方传和一家也没闲着 他们一家人为了庆祝炸油 还要给正在忙碌的 炸油师傅们 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 这是茶油饼 是那个茶子炸碗油 杏下的那个枯饼 把它敲碎 就敲到这么大小的可以 就用那个布 纱布把它包起来 用水煮一下 用那个水 可以用来洗头 洗了头 那个头发非常乌和发亮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 我们这里呢 大家都是用这个东西 长期就是足足备备都会用这个东西来洗头 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宝 它不会浪费 它很多加工厂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收购 现在那个目前的那个价位啊 大概在两千多块 一顿 就专门收这个 我以为这个就没有用了呢 有用 它是可以用来那个新加工 提炼很多有用的元素 然后呢 信下的啊 提完那些那些元素之后啊 信下的东西 它用来那个做私料 做肥料 它全部都不会浪费 一包茶窟在水里煮上十多分钟 等水变成褐色就可以洗头了 茶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 也是最传统的洗发护发用品 因茶窟中含有茶造素 能彻底洗去头发上的油污 不仅如此 茶窟中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天然茶油 对头发有非常好的养护作用 除了护发 茶油最常见的用法就是做菜 上游人很喜欢在锅里倒上茶油 炸烫皮 炸红薯片或者炸香芋片 谁家有什么喜事 在正式做饭前都会炸很多当零食吃 还有些人喜欢用沙子炒 把沙子温热放进去烫皮 也会盆开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呀 火爆炸 这个菜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米粉 那个米粉把它炒一下 跟八角一起炒炒的然后就磨 磨成粉然后就 成现在这样 对水 对点水 搅拌一下 然后把肉放进去 把肉一起搅拌了 然后放点茶油 更香 放那个荷叶上 直接就这么放吗 直接放上去 这个荷叶放点茶油 就是不会粘那个叶子 因为那个糯米粉好粘哦 直接这么全倒进去啊 将跟肉一起 然后就包起来 直接折吗 这个包住那个粉 跟那个 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 叠齿的蒸就可以了 然后放锅里去蒸 哦 现在就可以放锅里蒸了 是 哦 每逢红白喜事 主家答谢亲朋好友的宴席上 都少不了荷包做和包米果 事先要在前一天晚上把米泡上 第二天把泡好的米 用石磨磨成米浆 磨好后就可以炒菜了 包米果的馅儿可以依据季节而变化 春季用包心菜 夏秋季用紫番瓜 冬季用萝卜或者冬笋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包米果 包米果要怎么做啊 包米果 就是刚刚打的米浆啊 放点点盐 然后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搅拌好的吗 然后就放到这个托盘里去蒸 哦哦哦 现在是要放进去 先沙点那个茶油 才不会沾那个托盘了 哦哦哦 现在就是要给它刷一层 刷点油 全部都刷满了吗 薄薄的刷一层就可以了 是啊 上点油去 不会沾锅 不会沾那个托盘 哦 这样就行了 再倒姜上去哦 这个姜要倒多少呀 大油一层多 把那个托盘烘满就可以了 弄均匀来 这个是要薄一点呢 还是厚一点呢 越薄越好吃 特别特别薄 我看见 上看都可以看到这个底 有那个茶油 你看好滑的 不粘 这样就可以了 哦 直接这么一盖上 是 大概蒸两三分钟就烤了 哦 就这么快呀 是啊 两三分钟就可以 哦 然后看是不熟 是它它泡起来了 就熟了 怎样啊 泡起来了 这样啊 哦 直接就给它拎出来了 是正熟了 一样均匀 所以说要放片 才真的均匀了 就不会说 这边好厚 这边好薄哦 刷成一格一格的 然后把那个菜 放上去就包起来 就可以吃了 现在就很简单 就是拿了一根筷子 刷成几格 刷成几格 然后把菜放上去 有好几种菜嘛 有肉的 有素的 有山菜 有腌菜 放到那个菜之后 就把它包起来 用这个包包米果的铲子 哦 这样 稍微一铲 嗯 哦 就这样滑滑的就下来了 是 就一个了 放在这儿 哦 轻轻的一滑 是 哦 给它一条一条的 是 做九层皮和包米果差不多 也是要把米磨成姜 但不同的是 要在磨姜的时候 把韭菜加进去 磨好的姜 就成了绿色的了 稍微放点盐 搅拌下 就可以倒在托盘上蒸了 蒸熟一层后 再上一层姜 再蒸 如此反复多次 直到九层 蒸好后 切成菱形小块 吃的时候 一层层撕开 蘸辣椒酱油 口味会更好 方船河把做好的饭菜 给炸油师傅们送去了 这之后 炸油房的师傅们 刚刚结束炸油工作 辛苦了 大家随便吃菜 这是自己家乡菜 简简单单的吃一顿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 帮我炸了那么多好的油 没有什么好招待 我先敬大家一杯酒 非常感谢 感谢 累了一天的炸油师傅 在一边吃着饭 方船河在一边蒸着酒 油香弥漫的炸油房 成为冬日乡村 一道失意融融的风景 随着时代的变迁 各式现代的机械炸油机 渐渐取代了传统的炸油房 而这两种炸油方式 都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亮点 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着不同的炸油方式 而客家打油老的故事 在这里也依然延续 家家户户把所有的油茶籽都炸完了 再研制一些腊肉 准备些年货 就差不多该过年了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 传统的手工炸油技艺 得到了世代相传 传统炸油工艺比较繁细 从彩果到出油过滤 需要十多道的工序 但也正因为这些繁细 才使得传统炸油这一工艺 历久弥香 茶油不仅给上游的客家人 提供了生活保障 生活得到了改善 还将客家人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在炸油的季节里 得到了更好的发扬与传承 在这里 我们也祝福他们的生活 就像刚刚炸出来的茶油一样 又香又甜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同时 乡土让红包飞活动正在进行 具体请关注官方微博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罚目耗子喊起来 让签走了吧 下河捕鱼两人台 大碗喝酒使劲拽 大碗喝酒使劲拽 东北一大拐 好 拐一个 拐一个 铁桶扔进造坛里 别人都往里填台了 我看您怎么把一个铁桶都填进去了 欢迎收看下期乡土 奴命河畔 随灵人